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发起的晶片战又有新进展 28号彭博爆料在与荷兰和日本协商结束之后 美国赢了并且就限聚部分先进晶片制造设备 出口到中国达成了协议 白宫不愿正面回应只强调并没有向盟友施压 不过蓬勃报道美国去年10月对中国实施的部分晶片出口管制措施 在美和日所达成的晶片协议下 将会扩及总部设在荷兰与日本的企业 也就是包括荷兰艾斯莫尔控股公司 日本东京威力科创公司和尼康公司等 都将对中国寄出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外销限制 而这项消息一旦官方正式宣布 不但将被视为是拜登政府在外交领域的重大胜利 更对中国的半导体业是一大的核弹级制裁 欢迎新闻 卢宇组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